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黄芽菜冬笋肉丝汤年糕 那所有的材料都在名字里面了 除了笋以外其他的都很好准备 那我们就从笋开始 先说怎样挑笋 这个笋有的店家会连梗一起卖的 那如果连梗一起卖的话呢 它的价钱相对也会便宜一些的 这个我们暂且不论 我们挑笋主要是看它的形状 要扁扁的宽宽的 然后呢短短的 这样的笋才剥得出肉 然后我们再检查这个外壳 有没有烂的地方 像这样光光爽爽的干干净净的就是好笋 那第一步呢我们要去壳 我们不要用手这样硬剥 我们用刀从下往上划一刀 然后这样一拨 它就全部脱落下来了 那这些去不掉的渴 我们就用刀 给它削下来 前面的这块地方比较老 可能你嚼不动 但是也不要轻易把它扔掉 那你做汤的时候可以放进去掉掉鲜味 这样处理好以后呢我们就放到开水里煮一下 水一定要放到开水里煮一煮 要不然吃到嘴里会麻麻的 那煮个两三分钟以后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然后切成丝或者片带用 黄芽菜也切成薄片 梗河叶子分开放 肉丝切好 年糕片准备好 这里有一磅的年糕 半个冬笋 我们就可以开火了 放少许油 先煸炒肉丝 肉丝不要酱的 我们是要煮出它的鲜味 还不是要它有多嫩 煸炒到肉丝发白 那个温度就够高了 我们就下些料酒 即刻盖上锅盖 盖几秒钟锅盖 打开锅盖就是喷喷香的了 这个时候菜梗下 笋片下 煸炒到菜梗出水了 水汪汪的 我们就可以下叶子了 只要一缓缓 叶子它就憋了 我们就可以下年糕了 年糕不需要泡的 只要水里淋一下就可以了 骨一碗水 如果要吃薄一点 就多放一点 要不然就少放一点 盖上盖子 让它煮开 一般来说水开后 年糕就会很松软了 除非它是摻了大米粉的年糕 就要多煮个两三分钟 现在我们下盐 有猪油的话下一勺猪油 没话说了 拌匀它等猪油融化了 就可以起锅了 最后有一点 要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放年糕的时候 心中要有素 因为那个年糕 它本身就有胀性 那你又加了水啊 菜啊什么的 它煮出来以后 就会比你想象的 要多得多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